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第22題 22題他說如果log 沒有寫是以10為底 log3x乘上log5x等於1 那他的兩根是αβ 那麼問你說α乘β等於多少 好這個題目我們要怎麼樣來做呢 那我們發現到就是說 這個 幀數裡面相乘其實是對數相加 所以這個 這個可以寫成log3加上logx 這個也可以寫成log5加上logx 所以原式就會變成 log3加上logx 括號再乘上log5 加上logx 好那這個等於1 整個就等於1 好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變成 這乘開來會有logx的平方 然後會有一個 log3的 乘上logx跟log5乘上logx 把logx提出來 那就是log3加log5 好 好那這個等於1 那就把它移向過來就變成 減1等於1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設 我們的y呢就是logx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原式這個式子就會變成 這就是y 這就是y y平方減掉 y 就會得到是 y平方加上 log3 log3 這兩個對數相加就等於幀數相乘 所以3乘5就是15 然後logx 抱歉如果x已經變成y了 我們就寫y就好 就減1等於0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又知道說 這個 x的兩根是alpha β x的 兩根呢 呢 alpha跟β 好那 這樣子的話 y的兩根是什麼 x的兩根 就是意思就是說 alpha帶 x進去等號會成立 那 也就是說 這個 x的地方就帶alpha 帶alpha等號會成立 那也就是說logalpha 帶進去 這邊等號是成立的 帶到這裡 logalpha這個帶logalpha是成立那這個就是y的位置 所以y其實是logalpha 是他的一個根 好所以他兩根有logalpha 那同樣道理β也是x的根所以 x帶β也是要成立的 你發現logalpha也是這方式的 y的一個根 好所以 還有一個就是logalpha 那其實你就是說 x的兩根是alpha 那y 既然是等於logx 所以這個 x 帶alpha 就會變成logalpha跟logalpha 所以y的兩根就是logalpha 好 那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計法 那我們現在知道他的兩根 當然 我們如果要求2 alpha乘以β 這兩個根呢 因為有log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用相加 到時候幀數就會相乘 所以你可以 採取的是logalpha 加上logbeta 什麼叫logalpha加上logbeta呢 就是 這兩根 y的兩根之合 那y的兩根之合 依照根與係數關係 應該等於 負的a分之b 所以是等於 負的 1分之這個 log15 1分之log15 好 那這個 相加其實就是 相乘 我講過了 好 增數相乘 這個是等於 log 負的log15 負號可以提到前面 好這個上面 15的負一次 那就是log的 15分之1 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就知道alpha貝打就會等於 可以得到的是 alpha貝打就等於 15分之1 好這樣你會了嗎